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亚洲变化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孙昌果 首先要为大家说明 我和政经学者郑旭光的专访节目 已经告一段落 旭光现在在明镜开了另外一档的节目 叫做局势 为大家做时事素评 欢迎喜欢旭光的观众继续的去收看 我则继续为各位观众服务 原有的专访节目会维持 但是会弹性的播出 没有专访时 则会为大家做亚洲变化的节目 我个人希望把这个节目做的短小精悍 为各位带来关系亚洲变化的观念 现象时事 甚至是一篇文章 分析我对时事的观察 今天我为各位主要介绍这个议题 第一个是探讨所谓的三毛 帮大毛打二毛 三毛二毛大毛 大家相信都知道 等一下我为大家解释 第二个是讨论中国舆论场 对乌克兰局势的关注的现象 第三个我只为观众带来 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可能对国际局势带来的影响 首先我们知道中国国内将俄罗斯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说成是大毛二毛三毛 我这边丝毫没有贬低的意思 只是用来简称为大家介绍 为什么三毛帮大毛打二毛 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实际上卢卡申科 也就是白俄罗斯现在的总统 在前一阵子他自成 就是遭到颜色革命的洗礼 差一点又要亡命到俄罗斯 后来是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危难紧急之中出手相救 这个现象白俄罗斯的总统 卢卡申科可以说是非常的警惕 因为欧盟跟白俄罗斯的反对派 不断的要他下台 所以他到时候没有办法 所以他投靠了普京 所以从这个现象里面 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卢卡申科为什么 会这次愿意跟俄罗斯联合 其实卢卡申科我们讲大毛是俄罗斯 二毛是乌克兰 三毛是白俄罗斯 其实俄罗斯跟白俄罗斯是比较接近的 乌克兰居中是再往欧洲更靠拢一点 但是白俄罗斯的反对派 其实跟乌克兰的境内的政治力量 是非常非常雷同的 所以卢卡申科不可能不知道 那这一个现象 其实我们用怎么样的一个理论 就可能体会出来 也就是在这个上个世纪 所谓的这个多米诺的效应 当时美国非常在意 就是共产主义扩张 那这个扩张他就害怕 在东南亚会形成骨牌的效应 那同样的俄罗斯现在也感受到了 这个反向的这个多米诺效应 从白俄罗斯到乌克兰他都感觉到 所以当时卢卡申科因为是比较亲耳 他实际上他是也想要跟原来的 这个流亡美 流亡俄罗斯的这个总统 是采取一样的措施 但是没有办法没有成功 所以他一面的倒向了普京 所以这一次这个包括这个俄军 从白俄罗斯这个下来到这个围困基辅 其实白俄罗斯帮了俄罗斯很大的忙 那这个可以从这个多米诺效应 这个方向来看 那也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其实这个在政治场域上面 就是真的现在确实有这种 零和现象的情况发生 白俄罗斯如果把卢卡申科推翻的话 对不对 那俄罗斯更受不了 所以这个白俄罗斯所谓的三毛跟二毛 其实三毛白俄罗斯是非常非常了解 乌克兰国内的情势的 那俄罗斯其实也很在乎 原来的所谓的斯拉夫民族的这种文化的共通性 所以产生了这样微妙的转变 那泽伦斯基也相信也很了解白俄罗斯的这个情况 所以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在白俄罗斯这个体制下面的 下面的这种思潮跟这个社会力量 政治力量的涌动 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的 也就是说白俄罗斯境内也产生了很多 也就是反政府的力量也相当大 那在乌克兰的话 这一个倾向于西欧 认同这个普世价值的是占多数 白俄罗斯基本上是一半一半 那俄罗斯基本上可能是七三开 所以呢他要反向的 就是有这个多米诺效应的这个推出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有这样的局势 那也就是说白俄罗斯在这一次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力量 所以不能够忽视 为什么白俄罗斯做这样的选择 因为如果乌克兰持续下去的话 那其实白俄罗斯也会首当其冲 那卢卡申科有他更在地缘政治上面 更多的这种算盘 是我们可能在这个美洲 或者在亚洲的观众所不能够理解的 接下来呢我向观众也介绍一下 就是中国相当有名的这个战地记者 卢宇光 他在前线访问时遭到炮轰 那也很可很能代表这个中国多元意见交锋的现象 中国国内互联网最近盛传了 这个卢宇光你羞愧不羞愧 这个题目的文章 原因就在于卢宇光采访东乌克兰的一个居民的时候 那位居民说 俄军来了 我们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 卢宇光就问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这个东乌被他访问的居民就说 当然是真心话 那卢宇光反问 说真的吗 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那东乌居民说 当然就是这样想的 我现在开心得很 他说长期以来乌克兰歧视俄罗斯族 纳粹屠杀我们 现在俄军来了 我们可以过上正常生活了 当然开心了 那采访到这里 本来已经结束了 结果卢宇光这个在文章里面 他就说这个他要来一句 对于他的话 我要打上一个句号 那这位属名叫平原公子的文章 就表示从来没有见过像卢宇光这样的记者 什么时候记者可以抛开中立客观的原则 在采访中评价被采访者了 你不相信别人的话 你可以在事后写文章分析批判 你在采访中直接来一句 我不信你对采访者还有半点尊重吗 那至于东乌的人民啊 是不是欢迎俄军啊 法国电视台采访了一位乌克兰大姐 本来想让他控诉一下俄罗斯的入侵的 结果这个受访者就说 我们乌克兰人民确实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经济凋敝腐败重生 民不聊生 政府也一直坏 泽连斯基是个傀儡总统 为什么还要保卫这样的傀儡总统和傀儡政府呢 而法国电视台虽然在直播的时候 觉得非常尴尬 但是也没有像卢宇光这样做出 直接批判受访者的举动 所以这一个现象 我为观众带来 也显示出来在经过这个乌克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事件 其实中国国内有很多多元的现象产生 那中国民众尤其关注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做法是否正确 许多的网民支持俄罗斯的做法 并认为美国的介入 是导致这场冲突的重要因素 一位微博用户就说 如果俄罗斯不打乌克兰加入北约 下一步可能 北约和美国就要威胁俄罗斯 到时候中国政府一定会帮助俄罗斯 如果不打的话 就等着北约和美国一起打中国了 那这条留言 获得近十几万人的点赞 六千多条回复 那但是反而的言论 也一度在微博上面非常盛行 像一份这个俄罗斯侵占中国领土顺序表 这个文章就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有用户引用历史来介入讨论 那一名网友就表示 我实在不能理解中国政府 为什么按理支持俄罗斯侵略别国 俄罗斯的行为不就是当年日本侵占中国 成立韦满洲的行为吗 一马归一马 北约打了中国的大使馆 这的确是国仇家恨 但是俄罗斯这样的行为还支持 不怕有一天这样搞我们吗 那值得注意的是 批评俄罗斯的内容 逐渐被反美言论所取代 那一些用户将反俄用户 描述为美国间谍 将矛头指向美国 称美国知道了 泽连斯基松口 原本可以答应普京北约不东扩 但却表示不会派兵抵抗俄罗斯 资本逃离俄罗斯 欧洲和俄罗斯也高度对立 美国是要薅羊毛 那中国民众关心的 还有就是非常关注的是 在这一次灾难中 乌克兰难民 还有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 他们的纪律 那这个是跟中国有关的一个议题 最后我们来关注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地缘政治和经济的新篇章 到底要怎么样展开 如果只关注乌克兰本身的话 战争的确是不可预测的 那乌克兰人英勇抵抗 掩盖了俄罗斯迅速侵入了乌克兰的现实 最终一些专家都认为 大概率俄罗斯会 这个军事会占优势 会占上风 那乌克兰可能会落入 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而且乌克兰政府 对不起 和军队可能会被解散 那虽然就算是 俄罗斯不会占领乌克兰 那这个他也可能会建立一个 亲俄领导人和傀儡政府 那俄罗斯的压力将成功的向 让新的乌克兰政府切断 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非正式联系 乌克兰很可能 新的乌克兰政府 可能签署一项 具有约束力的效应 承诺俄罗斯永远不会加入北约 不过一个亲俄的政府 几乎肯定会统治一个 充满敌意的一个民众人口 那不仅因为战争造成了死亡和破坏 还因为乌克兰人的愿望 和亲俄政府想要的东西 并不一致 那91年当乌克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 东部讲俄语的人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追随者 与西部讲乌克兰语的天主教徒 几乎平分秋色 他们觉得在文化和情感上自己更接近西欧 但是这场战争已经让这个情势有了很大的转变 在乌克兰东部与亲俄分离主义分子作战的 讲俄语的乌克兰人 现在对俄罗斯的观感更差了 更重要的是亲西欧的民意在全国范围内增长 乌克兰民族主义和团结感增强 这在2014年抗议活动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示 当时的总统亲俄罗斯的亚努科维奇 拒绝与欧盟签署政治联盟跟自由贸易协定 在一场这个镇压运动中失败 逃往了这个俄罗斯 那如果说这一个将来成立就是新的政府 再跟俄罗斯签订了这个协议的话 那乌克兰大部分的民众 尤其是经历了这场战争的民众 更是不可能接受 那在2014年就是这个十几年前 当时这个乌克兰最大的伙伴 经贸的伙伴是俄罗斯 但是今天呢刚好相反 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欧盟 那另外呢就是俄罗斯经济 也会受到西方制裁的伤害 那这些措施我们都可以看到 在包括冻结了普京和拉夫罗夫的资产 以及对一些高科技产品 像是芯片的这个限制 但是西方国家还会有更多的制裁 当然这个制裁不太可能会阻止 俄罗斯继续支持对乌克兰的控制 但是他们会让普京感到痛苦 那制裁的持续的时间拖的越长 情况就会变得越糟 尽管俄罗斯央行紧急的调高利率到20% 那卢布对美元汇率还是下跌了超过30% 那俄罗斯的证券交易也被迫的停止了 如果变成持久战 经济动荡的根源将会出现 外国直接投资也会直线的下降 国内通膨将随着卢布崩溃而飙升 那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一定会放缓 这会影响俄罗斯一般人的生活水平 更加剧民众的不满 如果战争的伤亡人数增加的话 对普京来说是一大伤害 那西方对包括高端的半导体计算机 跟电信设备在内的技术的出口管制 也将会妨碍俄罗斯国防航空航天 和其他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那另外这场战争 其实也有万亿的现象 也会影响全球经济 原油价格跟天然气 这个价格已经在国际市场猛涨了 那现在原油价格已经涨破了 每桶超过100美元 是2014年9月以来最高的水平 粮食价格也在上涨 那俄罗斯和乌克兰合计 约占全球小麦出口的三分之一 占玉米贸易的20% 那乌克兰几乎所有的粮食出口 都通过因战争而关闭的港口而输出 那现在这个港口全部都被俄罗斯给封锁了 那基本上现在乌克兰已经可以说是 它的控制的领土里面 已经变成是内陆国家了 所以这意味着它没有办法再输出这个小麦 所以已经处于这10年新高的小麦的价格 可能会进一步的飙升 那可以预测2007年到2008年 爆炸性的粮食价格通货膨胀 还会再次出现 那我们要注意 当时曾经造成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因为粮食这个价格暴涨而发生骚乱 而且还配上这一次的高油价和高粮价 会加剧全球的通货膨胀 这会引起全球紧缩的货币政策 而且会缓解这个2023年的经济复苏 甚至导致很多的国家经济更进一步的衰退 而且这跟COVID这个疫情还相辅相成 那这场战争还另外促使了欧洲主要经济体 重新考虑它的能源政策 德国政府现在停止了对北溪二号的认证 而且现在决心将它的能源来源 从俄罗斯分开来 它要尽量的多样化 这就有点像美国希望 把中国的供应链多样化 尤其是芯片多样化 那其他的欧洲国家可能也会仿效德国 那以后俄罗斯作为能源供应国 对西欧的影响力可能会大大的降低 那俄罗斯在对欧盟的出口降低之际 可能也会转向中国或印度 供应更多的能源 而美国则会和其他国家 则会向欧洲供应更多的能源 所以这个能源贸易的模式 也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那这场战争我们也都看到了 对于德国在国防上面 也会做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那德国的总理肖茲就宣布 一次性的增加1000亿欧元 国防开支 并承诺到2024年的时候 把德国国内的生产总值 这个2%以上用于国防开支 高于目前1.5% 这个调整虽然很微小 但是整体的那个增加的量很大 而且呢他还宣布 公开的宣布 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火箭 和地对空毒刺导弹 德国实际上就改变了 它的长期不向战区运送武器的政策 简单的说 这个就是欧洲会形成一个新的安全架构 那俄罗斯与西方在冷战建立的 这个交往模式和规范会被改写 而俄罗斯和中亚中东和东亚的关系 则可能更加的紧密 另外最后专家我们 我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大国发生冲突 联合国基本上是毫无作用 无能为力 那联合国安理会在上周四 召开了紧急会议 秘书长古特雷斯 还有其他安理会的理事国 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侵略乌克兰 但是普京却在同一时间发表全国电视演说 宣布在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 那一些专家就认为 联合国安理会永远无法化解这场危机 那上周六提出的一项 谴责俄罗斯的入侵案 被俄罗斯实行否决 那西方国家只好退而求及四 召开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 预料这个会在周三 也就是今天通过决议 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但是联大通过的这个决议 不同于安理会的决议 他只是建议 并没有法律的约束力 那一些联合国观察家就表示 这一次入侵不仅显示 联合国没有办法去预防战争 而且也显示出来 这个秘书长古特雷斯个人的失败 也是联合国地位下降的另一个证明 联合国安理会 包括联合国大会 已经成为斗嘴的剧场 对于这场结束这场战争 没有太大的作用 好了 今天非常谢谢华尔街电视 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